大家好 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在我们颈尖交界的地方有一个人体的聚宝盆 通过它能够使全身脏气的气血流经 所有的经脉都会经过这个血尾 而且它还是心脏控制五脏六腑的一个通道 可以解除你身体各处的各种疼痛 有位朋友用它一天搞定了肩膀痛 其实还有我们的心脏大脑全身各种疼痛问题 都可以用到它来调节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盆缺大筋这个聚宝盆的神奇功效和应用 首先我们来找一下位置 在我们脖子下方有两条横着的骨头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锁骨 也叫做颈下横骨 那我们沿着这个横骨的上缘 这个凹陷处去摸 你会摸到有一个很痛的地方 最痛的那个点就是盆缺穴了 然后我们再用手指往下面去探这个坑 往里面深处 然后你左拨一拨 右拨一拨 你会摸到有一条疼得不得了的大筋 这就是盆缺大筋了 甚至你摸的时候 它会牵扯到你的头啊 肩胛骨啊 手臂 产生一种麻的感觉 用左手去摸右边的啊 那么你可以非常明显的体会到 这条大筋带给你的痛感 还有麻感 然后我们再换用右手去摸左边的盆缺大筋 这条筋它管我们整个身体的侧面 你捏的是哪一边 它就管哪一侧 你拨得好的时候呢 拨的位置对的时候 头上都会有感觉 而且心肺这条线都会有感觉 甚至于腿都会有一种麻麻胀胀的感觉 那么手臂就更不用说了啊 咱们这么一拨 一股热气就会到你的手上 麻麻的一直到手指 几乎我们全身的经络都要经过颈椎这里 而所有通过咱们颈尖的经脉呢 它都要经过盆缺 所以盆缺血 气血畅通 是保证从心而发的所有的命令 能够通达全身的一个基础 咱们调理好盆缺大筋 就相当于是激活了 包括通解了各种疼痛的一个灵丹妙药 包括我们什么肩周疼 颈椎疼啊 手臂的麻木啊 疼痛啊 还有很多人是这个中风偏瘫 一侧身子不能动 包括头上的偏头痛 心脏的问题 比如说你心里头不舒服 或者是后背不舒服 包括你的胃 腿不舒服 都可以用到这个筋 用这个筋的时候 我们最常用的手法呢 就是弹拨法 弹拨盆缺窝内的这个麻筋 首先咱们坐在凳子上 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这两个手指啊 弯曲并拢 中指的指腹 去探寻到 这个凹陷处 找到这个筋 你可以沿着天秃 慢慢的向你肩膀的方向 去弹拨 找到这个局部的 有麻感 或者是触电感 弹拨到这个麻筋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这种麻感 向你的这个手臂上传导 那说明咱们的这个问题 可能比较是严重的 上肢经络是愈阻严重的 如果你感觉到 有酸痛感很强烈 甚至是疼到不能忍受 说明呢 可能存在一些颈椎 或者是上肢问题 如果说你能够触到 非常明显的 甚至有颈蓝的感觉 那么多数人会有 这个上肢麻木啊 酸胀啊 疼痛发凉等等的 受风受寒的表现 然后我们还可以 用什么截放法 用拇指的指腹 先探寻到 这个最明显的这个麻筋 盆缺大筋 然后垂直用力向下按压 再突然放手 这时候呢 你的上肢明显 有热感往下传 从上而下 一直到你的手指 如果这个热感 不能够传到手部 说明你的这个上肢 含湿是比较重的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啊 我们就用揉法 按揉法 十指中指 二指并拢 用这个指腹 去按压 找到明显的酸胀感 大家可能找不到 明确的盆缺穴的位置 没有关系 不用定位 就顺着你的锁骨附近 来回的按揉 找痛感 找大筋 就可以了 当然你想要获得更好的效果 你可以先去按摩你整个颈椎的肌肉 在这个肌肉按摩的 肌肉放松的前提之下 我们再来去梳理盆缺穴 前两天 有位朋友跟我说 她是一个新手妈妈 那这几天呢 都在全天带孩子 有一天晚上 在临睡之前 感觉自己的右侧的肩膀 疼到不能翻身 但是身边又没有人 可以帮忙按揉肩膀 于是呢 我就想到了这个盆缺大筋 因为这是她自己 就可以操作的一个地方 于是呢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就自己这样弹拨了几次 早晨起来之后 跟我说感觉好了一些 第二天上午啊 她就一边带孩子玩 又继续去按揉这两个大筋 然后到了晚上 她就说 哎 感觉这后背已经不疼了 还有一位阿姨 早年她的肩膀受寒 右侧的手臂呢 是又麻又冷又痛 我叫她弹拨了几分钟 这个大筋之后 她就非常惊喜的跟我说 感觉到她的手变热了 因为我们身体呢 有六条经络都会经过盆缺 任何一条经络出现问题的话 都会造成你肩部的不适 比如说小肠经出现问题 它就会导致你的两个胳膊 疼痛无力 好像是骨折了一样 肺经如果出现了问题 那么人体呢会出现虚寒 会有虚火上升的现象 会导致背部 我们肩胛骨背部 经脉不通 后背疼痛难忍 所以盆缺血就可以调理 跟以上这些经络相关的 几乎一切的所有的问题 它不愧是人体的一个聚宝盆 甚至是差气了 疼到不敢呼吸 采用持续按揉盆缺区几分钟之后 这个症状也能够消失 那颈尖是我们头部气血供应的 一个主要通道 盆缺血位于我们颈尖气血的交汇处 同时五脏六腑的气血 也会通过这里来流经 刺激盆缺血就相当于是 打开了全身气血的一个总的开关 上面教的几个手法 大家用哪一个手法都是可以的 那看你怎么用最方便 或者是你喜欢哪种方式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好用的古法的拉筋动作 这个动作不一般 它来源于古义书 诸病原侯论可以通气行血欲 练习这个拉筋动作 首先可以不穿鞋子 蹲在一张垫子上或平整的地面上 双脚分开 两脚尖朝外 两脚跟相对 两脚跟中间的距离大约是两拳左右 然后把你的双手手掌爪心朝下按在地面上 从两脚的中间穿过去 放在自己两个脚掌的下面 用脚掌踩住自己的手背 接下来第三步 把腰部用力向上抬起 尽量的抬起到让双腿伸直的程度 但是呢 可能很多人的腿是伸不直的 没有关系 拉伸到咱们最大的程度就可以了 但此时要注意 你的双脚始终不能离开地面 双手的掌心也仍然要按在地面上 脚掌保持踩住双手手背的一种状态 双脚用力的向下踩 但是呢 你的肩膀用力的向上撑起 后背用力的向上挺起 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 这股力量能够把身体的筋结全部都打开 在腰部向上抬起的时候 保持住三秒钟的左右的时间 三秒钟之后 放松回到下蹲 双脚还是踩住双手的姿势 不要变动 休息一下 调整呼吸 再次抬腰 拉伸 重复这个动作 每天连续50到100次 拉伸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痛感 筋结越多 痛感越明显 坚持练习 不要强求 慢慢地把纠结在一起的筋打开了 变柔软了 身体呢 也就通畅了 平时呢 腿脚总觉得冰凉的人 坚持拉伸几天 腿就开始变得热乎乎的 今天这个拉筋的动作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 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平时啊 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 如果做的时间久了 腰也会累 就会站起来去拉伸几下 腰背立刻就觉得舒服了 非常好的减轻了身体的各种疼痛 让身体的气血通畅 全身都很轻松 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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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